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带大家一起做食品级的橡皮泥 之所以把它称作食品级的橡皮泥 是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所有材料都是可以吃的 有面粉,盐,cream of tata 食用色素,还有植物油 首先我们拿出一个锅子 将一cup的面粉倒入锅内 一杯面粉倒入锅内 然后呢,拿出盐 我们要取二分之一的盐 合着面粉加在一起 大家注意两杯侧面有一个刻度 我现在拿出的是小两勺 我们需要两个teeth bone的cream of tata 再加一大杯的温水 然后拿出一个table spoon table spoon比我们刚才用的那个teeth bone要稍微的大一点 我们要加入满满一勺子的植物油 到这里呢,我们所有的材料就准备好了 把我们准备好的材料放在火上 用中火加热 同时呢,用筷子不断搅拌 我们慢慢的把这些材料在锅子里面变成均匀的糊状 如果中间有一些小颗粒呢,不用在意 随着它慢慢搅动呢,这些颗粒就没有了 整个这个搅拌的过程 可以说是我们做橡皮泥这个过程中最辛苦的一个环节 从刚开始是稀稀的糊糊 到慢慢变稠,慢慢变稠 直到最后几乎搅不动 大概要花费三分钟 如果您只想给您的橡皮泥做成一种颜色呢 在这个阶段就可以把色素添加在里面 如果您像我一样想要多做几种颜色呢 那就等到橡皮泥的胚子做好了 我们再加颜色 因为我担心时间太长了 大家看着就觉得累了 所以我把现在的视频变成快放 大家可以看看现在这个橡皮泥已经慢慢变稠了 可是呢这个程度还是不够 如果用手去摸的话呢 它就会粘手 等到你看它已经变得非常难搅动了 你看我用一只手已经很难固定住我的锅子 那这个时候呢就差不多了 要需要再加热一下下 然后搅拌到你的这个面团呢 感觉有一点粘不住了的感觉 就在锅里面已经要立出来了 立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就面团就做成了 你可以用手呢捏一下这个面 因为我们呢用的温度不高 可以说是温度比较低的 我们家的电炉 所以温度一点也不高 我用手捏这个面团一点也不烫手的 所以如果您家是天然气糟 你可以考虑用小火 比如说可能很快你的面就干掉了 你看我现在在摸 它根本不会粘到手上 到这个阶段面团就做好了 我们把做好的这个橡皮泥的面团呢 拿出来 如果您想要白颜色 那么现在已经完美的有了白颜色了 它是白色发一点点微黄 那么就是我们面粉的颜色 那么如果您像我一样想要它颜色更丰富一点呢 那您就可以把这个先揉成光环的一个面剂子 就像我们平时和面做面条 馒头一样的方法来做 做好的面剂子呢 我们拿小刀 把它均匀的分成你想要的份数 分好了面剂子之后呢 可以把面剂子团成一个圆球 这一步呢 是为了方便一会儿我们往里面加颜色 圆圆的面剂子做好了 下一步我们就准备给它加上漂亮的颜色 我买的颜色呢 是液体食用色素 我觉得液体的食用色素呢 会更容易和面粉揉匀 我首先拿出来的是红颜色的 把我们圆圆的面剂子 按扁 把食用色素点在中间 一次注意少点几滴 因为面的吸水性有限 如果点的太多了呢 它可能会因为吸不了那么多的水 而流出来粘得到处都是 所以不要怕麻烦 一次少粘几滴 然后多揉几遍 这么多重复几次呢 颜色就能变得很均匀了 这个过程您就可以让孩子也加入进来 那么他们会非常的乐意 来参与到做橡皮泥的过程当中 我们家两个宝贝 在我做这一段的时候呀 激动的不得了 把我的桌面都快摁翻了 面团经过几次揉制呢 已经慢慢变成了粉红色 那么你橡皮泥需要的颜色呢 就看你自己的爱好了 如果你希望它是浅一点的粉红色呢 就不用再往里面加色素 往里面 这就一直揉一直揉 直到均匀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我女儿迫不及待的小手了吗 也有这么一双迫不及待的小手 就可以把面团交给她来揉了 我呢是为了给大家做示范 所以呢 我只能残忍地拒绝了她的要求 我要继续把这第一团做好 后面我的面团 我会交给我的女儿 让她们来帮助我完成 只要反复地揉制 颜色就会越来越均匀 越来越均匀 这一步呢 我的颜色已经变成了完美的粉红色 我女儿把我昨天做的深红色的拿出来了 那么就看个人喜欢 如果您希望来个粉红色的 那就不用加特别多的 如果您觉得还想要够红的话呢 那可以再多加几滴 然后再继续前面的铺肘 一遍一遍地揉 然后再继续前面的铺肘 再继续前面的铺肘 如果想要橡皮泥的颜色特别鲜艳 我们大概需要30滴到40滴的色素 刚出锅的橡皮泥热热的 那在手里面暖暖的 揉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加上有颜色 所以整个过程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样重复几遍之后呢 我这个红色的橡皮泥就做好了 下一步我们再重复同样的步骤 我还想要再做一个紫色的橡皮泥 和一个蓝色的橡皮泥 基本步骤是一样的 先把面剂子摁成一个饼饼 然后呢 再加入相应的颜色 每次加个五六滴就已经足够了 如果害怕粘到别的地方呢 最好还能够再加的少一点 实在等不了了 交给我女儿去揉这个面团去了 这次我要用的是蓝颜色 同样先把面 摁成一个扁扁的 像一个小盘子一样 在里面加入我想要的颜色 重复这个揉制的过程 如果不想让颜色粘到我们的案板上呢 就可以把它拿起来在手里揉 蓝色和紫色这样浓厚的颜色呢 在揉制过程中会产生像大理石一样漂亮的图案 做橡皮泥的过程非常有趣 非常适合亲子一起玩哦 我们的橡皮泥已经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加点赞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